县府日前在南山基督长老教会 附设佳乐侍奉中心 举办原住民族部落大学 布农传统织布应用班成国站 邀请专业老师指导学员 编织传统男童无袖长衣 并透过全家大小在舞台上走袖的方式呈现 活泼又吸睛 我们的时数真的只有36个小时 是不够的 可是因为姿女们非常非常的努力 她才有今天的成果展 那我们是主要的目的 就是说我们会把布农文化里面的 舞秀长衣 就是那个Bakfawan 那她一定是男生要穿的衣服 县议员张家哲肯定学员的努力 才有这么丰硕的成果 她也希望不仅是织布文化 包括各地的语言及生活传统文化 都可以借由研习获得永续传承 南投县原住民的部落大学 今天这个布农组织布应用班 在我们南投市举办的这个结业典礼 然后每一个成员在这个结业典礼里面 秀出他们的作品 然后有编织这个适合家里 一家大小川的这个织布 然后也可以来展现他们 这一次的学习成果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活动 也让我们这些过去这个原住民 他们各式各样的这个文化得以传承 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原住民部落大学 可以继续开班授课 让这样更传统的这个原住民 属于他们各自的文化 跟他们各自的不管是衣服啊 或者是生活语言 都可以永续的这个传承下去 传统正在逐渐流失 来自原住民族部落的这些学员们 有的表示原本对布农族织布 不是很了解 透过研习才了解到很多 我其实对我们布农族的文化这一块 我并不是很了解 可是透过这一次的织布的话 我可以慢慢慢慢重新去认识布农族 最深的那一块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个课程对我来说 我觉得吸收蛮大的 因为我们的传统已经在流失了 那我希望我们不单单只是说 只是想要做自己先生的衣服 家人的衣服 而是把这样的一个技术 学得越专精越好 那也可以把布农族这样的一个传统 能够传承给我们的小孩 这项布农传统织布应用班成果展 让学员收益良多 传统文化正在逐渐流失当中 县议员张家哲 期盼县赋 能继续开班办理研习 让传统原住民族文化 得以永续传承 记者往水仙南投采访报道